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可能会需要点糖 不好意思啊 刘小姐 强行添加异物呢 会影响她原本的口感 也对 兰山咖啡的酸 甘 醇 与它的苦味非常平衡 味道芳香 如果加了糖 确实缺了一些原汁原味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点兰山咖啡吗 我一直在国外 对你的事情 其实知道得不多 没事 你不需要知道 国外就走走行事而已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他根本不喜欢女生 他跟你相亲 甚至结婚 都不过是形式而已 你好 我是盛氏的前妻 我叫顾兰山 她 不好意思啊 有点唐突了 我只是碰巧路过 我看这个渣男还在残害别的少女 这才忍不住上前的 盛先生 你的真爱在门口看的这一幕 都哭得不上样子了 你不需要去安慰一下的 盛先生 您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 不是 我 你知道吗 我们结婚很多年了 我一直都没有怀孕 而且我们还离婚了 你多有意思吧 他说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吗 其实啊 每个人都有 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 什么事 小姐啊 我觉得有些兴趣是需要被尊重的 你说得对 虽然我也尊重你的兴趣 不过请你以后 不要再去祸害其他女性同胞了 父母那边我会去说清楚 哎 刘小姐 放心 不该说的话 我一句都不不多说 今天谢谢你啊 你的离开绝对是明智的 嗯 不好意思啊 我刚就是碰巧路过 看你在这儿相亲 我看你好像不太喜欢 这个女生的样子 我 感觉 你也不知道怎么拒绝随我 就当是之前 你帮我招待叶末的回礼 难道不应该请我吃个饭 感谢一下我吗 请 请你吃 有一家新开的小龙虾 二十四小时开的 特别好吃 大人 你请我吃 好 走